現在我們要看一段影片 我們前面教阿基米的原理 福利原理 福利一定是所減輕的重量 空氣中的重減掉 浴體中的重 福利一定是所排開的意中 排開一體的體積成一體的密度 影片就是要跟你顯示 福利就是等於排開的意中 一個磚頭啊 膠帶啊 這個 不知道要幹嘛 彈簧秤 還有一個水槽 還要有水 背話 那你是吃到的 各位要秤重 然後裝水用 要剪繩子 剛才你說那個繩子剪繩子 好啦 包好 你的淨水、吸水或什麼之類的 沈下去 它沈體 它會沈下去 好 秤重 好 大概是2.45公斤重 然後我們要去用水 盆子啊 什麼之類的 盆子大概0.24公斤 好 把水裝滿 好 把它放下去 會把水排開 會把水排開 好 把它放下去 會把水排開 是1.1公斤重 所以扣掉之後代表是浮力 大概1.35公斤 負一重的重 減掉一重的重 減輕的重量 然後你的水 跟你的盆子去秤 1.59公斤 大概0.24公斤 減完也是1.35公斤 好 就告訴你說 它在水中的減輕重量 是1.35公斤重 它排開一體重 也是1.35公斤重 叫做浮力就是所排開的一重 排開的一重 OK 那 浮力有一些現象跟應用 比如說魚 不是哪一種魚都有魚標 有些魚的肚子裡有魚標 像一個氣囊一樣的 它就可以靠這個魚標的膨脹跟收縮 來控制它的魚會浮起來 還是會沉下去 膨脹的時候氣體多 比較輕就會浮起來 收縮的時候氣體少 它就會沉下去 很下去 就是靠魚標 然後呢 像一個飛船 好 充滿一些密度小的氣體 我們以前講過了 它以前呢 是用所謂的氫氣 但是呢 後來氫氣有危險 所以改成所謂的 氦氣 然後呢 填充滿密度會變小 它就可以浮起來 然後天燈也是一樣的原理 或者是熱氣球 熱氣球 就是我們前面有跟各位提到過 氣體加來的結果是什麼 如果是密閉容器 加熱氣體壓力會變大 可是如果是開過的地方 營火碗會 加熱之後 體積會膨脹 密度會變小 所以呢 這個加熱熱氣球 所以 或者天燈 加熱之後呢 那裡面的密度就變小了 那我們前面講過 如果物體的密度比較小 它就會怎麼樣 浮起來 所以呢 加熱它就把它浮起來 或者是氣球也是一樣 我們就有什麼 太空氣球 啊 第二個社會 簡單可能 這講也沒有 尤其沒有講 因為 這個國中並沒有教 就是我們用一個氣球 然後飄到天上去 裡面放一些儀器 然後去蒸收集天上的某一些資料 然後呢 作為我們氣象預報之用 氣象預報之用 有太空氣球 我繼續接 這以上就是一些 跟福利有關係的現象 跟應用 OK嗎 OK